看看今天多好天 我以為昨天的車是黏了線 因為明明很熱的溫度 但車內的溫度計長期顯示22度 曬到走路都是22度 我以為它變短了 今天撻車又發覺它又正常了一點 它說今天是25度 也像吧 我昨天跟林子祥借了Gimbal 我想看看它的Model 好不好用 我不介意用舊款的 最重要是好用 因為昨天試過新款的DJI5 基本上是摩托不夠力 很容易就不夠力 overload就停機了 所以借了林子祥的部份來試試 如果OK的我才買 同樣我又問問它 最近你去哪裏吃東西 它介紹我便說它去了品嘗 品嘗 其實以前的位置我不記得是甚麼 都是觸粉麵飯的東西 今天就去看看 時間上早12時多 路改到又飆過對面 這裏右手邊這裏的餐館我比較少來 例如蟹喉 我又沒有堂食拍過 另外就 不是叫品嘗 不是叫品嘗 叫上品 處長是不做功課的 上品 進去看看 門口比較吸引的就是 這裏不知怎樣八百折 外賣全單八百折 坐下桌 那邊是圓桌 我們這邊是方桌 好像打火鍋一樣 又是那些打火鍋的爐 原來有很多combo 用高清拍就應該看到 如果不太快就定一定鏡 這些都是大龍蝦套餐 反而我以為是 觸粉麵飯那些 跟以前舊時的舖位差不多 有沒有地址 你看見 其實好像這邊有窗 這邊有窗 這邊有窗 三邊窗其實是很光猛 我喜歡一些光猛一點的餐館 剛才沒有開咪 有負責人剛剛走過 我就隨機問 有什麼好吃的 他說牛筋腩拌麵 和海南雞飯 這些很大路的東西 我基本試給大家看 餐牌平均 13-14元一個炒菜 那日紫長卿就說 喝汽水 喝什麼可樂 麻煩你 紫長卿就說 他試過炸醬拌麵 沒錯 那一會我臨走買個炸醬拌麵給大小姐 有粥的 有粥的 粥在這裡 那我問負責人 到底剛才介紹我那兩個餐 有沒有飲品 他說 有一個就是 跟汽水的 我拍這麼久 真的很少我會跟汽水的 但它本身是有 本身是有水吧的 價錢看到了 另外就說兩點後有下午茶 那麽約10元就12元一個下午茶 就有雪糕紅豆冰 沒錯 我記得起了 以前這個位置是聯妓 聯妓 在疫情之間就經營得比較困難 現在最後就沒有做 就轉了現在這間叫做上品 那為什麼我臨子祥會喜歡這裡呢 很明顯它是外賣有八八折 那它晚上下班它都是不會堂食 八八折都很吸引 媽媽就去了廁所 那我趁現在炒過對面台 其實我這邊跟那邊的距離 大概三尺半 那它原本應該是 打火鍋狀態的東西來的 什麼來的 電磁爐 電磁爐來的 那原本應該是打火鍋的東西來的 火鍋那類的 晚上後面 那變成了一張桌子就很大 那當然是坐得鬆動 不會說 東西上桌子沒有位置放 這裡現在我們四人位 就兩個人坐 大到不得之了 由於那邊的位置 你見不見得很正 如果坐著窗門旁邊 真是好像在 在CN Tower吃東西一樣 好 先上來的海南雞飯 服務員介紹的 兩個醬汁 兩個醬汁 我先看看 薑蔥 糟了我調轉了筷子 糟了 你買買它算 一邊頭 鴛鴦了 我拿的 薑蔥沒甚麼特別 這個醬應該拿回來的 這兩個是很標準的 我未看到特出位 然後看看海南雞飯 傳統全都是用雞 雞腿的 不過這個就是起了骨 起了骨 試一塊給你看 斬得很漂亮 手工真的不錯 菜的份量都多 怎麼試呢 就這樣試吧 我不點醬汁 有些 輕輕的麻油味 雞肉不算粗 都相當合格 他們這個雞是凍食的 有些會刻意淋 過一個湯 令它熱了 我反而覺得凍食 對 因為白斬雞 我覺得應該是凍 這個現在暫時不知道多少錢 看來都很精神 飯呢 師傅吸進去的手工 你見到都很圓 圓圓圓圓圓 接著 先煮飯 飯有一點油 很爽口 粒得均勻 吃得很舒服 這個可能雞飯 不知多少錢 總之待會看單 都很精神 媽媽到你試 好 先給媽媽 接著 誰打來 不要理他了 接著 他介紹的牛筋腩拌麵 麵很多 接著有一個湯仔在旁邊 我一聽過拍攝 這個湯仔 好熱 那都是 大地魚味 大地魚味 主角就是牛筋腩 牛筋其實很講口感 太軟 就散了 好像棉花 即是 會變成一批 太硬了 大家也咬不到 還有牛筋現在都挺貴 這個牛筋 這個牛筋很入味 口感就偏軟了 一點點 我只是說一點點 其實都叫做對的 麵 麵大 麵很大 這麵很爽口 簡緻覺得清 沒有頭到的 大家喜歡再 夾少少湯一起吃的 都幾舒服的 Size 份量給大家看了 好 秦麗 秦麗試辣椒油 辣椒油 這麵很爽口感 後勁很強 後勁用來的辣味 我比它到 4到5 都不錯 4 倒入5和6 5和6之間 香味有 這個比較屬於中性的 香味又有 辣味又有的辣椒油 來試試 說明是牛筋腩 我都試少少是牛腩的部份 即是不是筋那條東西 這塊跟手工有關 剛才切的時候 橫紋很快就斷了 我剛才 未開機之前 我吃到有一塊 是植紋比較偏 那條就偏柴 去到剛才那塊 是沒問題的 合格之餘 因為還入味 挺好的 但間中有一條 是那個紋太長 連續太長 那條就有一些攝牙指數 我想問你外賣是八百折嗎 是 我想另外點一個 那個… 炸醬拌麵 炸醬拌麵 是拿走的 OK 好 謝謝 讓我口述說一下 他的服務態度 我都挺滿意的 好像我進來的時候 剛好有一個男士 他不知道做甚麼 就在那裡走 Horway那裡遊走 走一走 那服務員就… 我一進來 我聽到服務員就說 有甚麼可以幫到你 就跟那個男士說 其實這個是很正宗 正宗 和很合理的詢問 我想… 有些… 譬如有些餐館 不好老闆的那些 你做甚麼 你找甚麼 但他又問 有甚麼可以幫到你 這是一個很好的詢問 還有一路去到現在 問要求 或者對答 態度上都不錯 我在服務方面 我都挺高分 外賣到了 這個是買給大小姐的 我是刻意在我們堂食的時候 又再叫一個外賣 因為堂食當然有小費和稅都在裡面 但如果外賣就說八百折 我剛才問了到底出來的效果是怎樣呢 會不會把外賣計算下去 然後又會變成有小費有成呢 因為你現在是堂食 好 看看那個炸醬麵 湯… 湯很多 如果這個高薪的豆 這個是超高薪的豆 如果有些人喜歡喝湯 那你真的很足夠 正常很多都是大約一半份量 他給一個高薪的豆 是不是剛才那種呢 剛才那種而已 那種味道是比較重的 因為他用來預理你 你喝那個粉來吃 炸醬麵 肉粒是屬於大粒的 炸醬麵的汁是暖暖的 少少暖暖的 麵我相信剛才的牛筋腩麵差不多 它的酸度都幾強 如果用酸和甜的兩個平衡來說 它是偏酸 酸有些蒜蓉的味 野味的 這個就拍給你們看 一個炸醬麵是怎樣 分香大的 我猜這裡有兩個麵餅 是不是只是菜浪的底 有少許菜 應該有兩個麵餅 有少許菜底 看完這張單 在我們移動盒蓋的時候 發覺那個盒蓋是比較容易 彈出來的 因為這個湯又會很熱 大家要小心 我看到有膠紙在這裡 膠紙應該是廉時張單 剛剛才誰上當單單單單單誰位餘 調 但蓋口蓋就要真的小心 好 最後看單時 各國目 narratives 英文名字就是這樣 在市町4733 市町 電話號碼 日期時間也有齊 海南雞飯原來是10元 牛肉牛筋腩麵是8.5元 京都炸醬麵也是8.5元 因為它是屬於外賣 所以是在這裡1.02元 OK OK 大家自己心中的數 這裡有寫到建議的消費 很多人都問加拿大的消費是怎樣計算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10-15% 在華人的 如果西人的餐館 鋸扒之類的 通常都可以去到20元 這是一個傳統一路下來的 又沒有說公不公平 這是一個生活上的習慣 整體消費其實我都覺得是抵食的 抵食 至於汽水是哪一個餐送出來的 我也不知道 估計是海南雞飯 整個消費是覺得服務蠻好的 還有因為唐座的環境是很開揚 很開心 你看到陽光普照 今天天氣 是不是 有回頭